剛剛各位已經經歷過的這個考驗之後 你現在來直接開個新的工程 有沒有 新的檔案按下去 好 那這邊呢 我就用空白的就好了 來 看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剛剛那些數字好像還蠻熟悉的感覺 知道了吧 所以我們剛剛有打預防針了 你現在這樣進來看 最近不是流感在那個嗎 最近已經流感在施打 流感疫苗了 我們預防針 我們做影片你要有預防針 你對這些基本有認識的你就會選對嘛 就不會亂選 這樣知道吧 一般來講我們做教學影片大部分會用到HD 或者FullHD 這兩個比較多 因為這樣子就是說他不管大螢幕小螢幕看 大致上都還適合 大致上還適合 那一般如果說不得已的狀態之下 也許人會錄1024整768 什麼情形 你們有沒有試過投影機啊 一接上notebook之後解析度馬上降低 就是那個比較舊的 比較新的應該可以更高啦 但是比較舊的他們總會降低嘛 對不對 那個就是1024整768 因為他可能支援就是4比3的 就是解析度沒辦法太高 那不然的話一般我們就是錄這個或這個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我們現在先用這個就好了 好不好 你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呢 有沒有影片大小就進來了 你就不用自己打 你不要打那個自己奇奇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你自己不是標準的尺寸 雖然網頁上也可以看 但是人家放大到全螢幕的時候 你就不會是全螢幕 因為一定會留白 所以有沒有以前我們早期看日本NHK啊 那種影片的時候我們家裡面可能4比3的 他就會上下或者是左右是不是就黑的 因為比例不對嘛 比例不對他就只好把你留在那裡啊 這個要注意一下 再來當然你存檔的位置 專案名稱這都沒問題 下來這裡有沒有 這裡有個換燈片 預設是零 你可以設定一張或兩張都可以 如果你是零再進去之後再增加也沒關係 那只是呢這邊稱作換燈片 還有可能稱作投影片 這樣了解 好那我就按1確定 那因為我剛好增加一個 有進來了有沒有 但是呢各位進來之後 建議大家你按一個地方 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這個 你如果平常沒有按這個叫合適縮放的時候呢 他一進來可能會很大 有沒有 好我通常會按這個 按一下之後 當我的視窗在縮放的時候 有沒有就跟著縮放 這樣會相對比較容易 好相對比較容易 所以你開了一個新視窗 那背景要不要設黑色隨便你 只是做影片我通常喜歡把它設成黑色的 這樣比較有跟做影片的感覺 那麼你要把你的影片檔案叫進來 比如說你剛剛錄了對不對 轉成NB4之後你可以叫進來 當然還是跟各位講比較人性的方法 還是這樣丟進來 如果你堅持一定要找到那位置的請從上面這裡 注釋它的比較奇怪一點 其實英文確實是Anonet 就是我們一般人的那個標注吧 就類似Anonet 但是翻成注釋有時候你可能不容易找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視頻 就是這個 所以標準的是從這邊 當然YouTube影片你可以插進來 那你叫進來之後呢 你就把它放好 有沒有就好了 它會自動縮放嘛 因為你拉比較旁邊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自動縮小 因為我們剛好按右下角那一個 自動縮放 所以你只要把它靠進來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看 怎麼做剪接影片的動作 好不好 請你先開一個新的 那把你的錄的影片叫進來